Hello, 今天做这个很快就煮好了 它就是酸辣羹 食材方面更加随意 你喜欢吃什么 那你就准备什么 主要都是要将它们切到好丝好幼 酸辣羹强调的就是酸和辣整体的结合 整个味蕾都是留在胡椒粉的辣 醋鲜和麻油的香味 所以就不用特别炒到它香 把全部食材放进锅里就可以了 炒也没什么意义 甘菇要撕开 否则吃下去的口感没那么好 你不想那么多油就像我那样 只要瘦肉也要切到好丝 这次腌肉就比较简单 豉油、米酒、淀粉 口感会更加滑 接着就拌均匀它备用 这个汤底我今次就用柴鱼片 煮滚水 然后关火 扔掉下去之后盖盖 烤它5分钟 之后浓上去就可以做了 如果有下瑶柱 也可以浸浸水 这个酸辣羹是有些颜色的 我们要加少许豉油 加少许胡椒粉 和少许糖 它现在滚了就可以 加红萝卜丝和黑木耳丝 等它滚了才加些金菇 继续加蒜蓉 之后才加些笋丝 因为粥笋都已经熟了 所以就不用这么早下 等它再滚了就可以打个生粉芡 然后再加些适合 然后拌均匀之后 觉得它不够绝 也可再加一些生粉芡 等它滚了 才加些豆腐 豆腐最好要加完生粉 才加豆腐 这样就会很漂亮 慢慢地拨开它 不要太大力 又试等它滚了 这个时候就可以加些肉丝 等它滚了之后 最后才加鸡蛋 慢慢地加均匀 在高一点下 蛋丝就会幼一点 不用急着拨开 倒好之后 才慢慢拨开 就会有很漂亮的蛋花 味道刚好 喜欢吃醋的朋友 这个时候就可以加多一点醋 然后就加些香菜 少少麻油 和多一点胡椒粉 这碗里面什么都有 如果你是不可以吃酸和辣的 它也是一碗很好吃 好营养的羹 如果你好像我一样 那么怕醋味 应该都很少人不喝醋 但是也很喜欢吃酸味 接下来有第二个做法 就是用番茄的酸味 我就习惯番茄和洋葱一起打溶 接下来就放一点油 因为番茄的红素是滋溶性 让些油炒过去 营养素会完全释放出来 同时就会甜点香点 而且颜色更加漂亮 现在就可以加上汤下去了 今次就用瑶柱来做汤底 刚才加上豉油 煮好 觉得不够酸 也可以加些柠檬汁 吃下去也很好吃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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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